我知道春天在哪里 我追着春天追着你 朝着那未知的远方 就让我带你去流浪 我知道春天在哪里 我追着春天追着你 朝着那未知的远方 就让我带你去流浪 周深竟然唱了一整部爱情电影 不愧是被国家认可的嗓子 电影《我们的样子》像继了爱情 发布周深特辑 这次周深不止友情客串 还演唱了影片的所有歌曲 我知道春天在哪里 我追着春天追着你 朝着那未知的远方 就让我带你去流浪 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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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周深 声线真的超好听 周深不仅客串了影片中的毒蛇大明星 而且一人包揽了片中所有的人生插曲 7月13号 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 刘童发长文 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会是周深 为什么所有歌曲均由一人来唱 有一个懂你的人有多重要 刘童讲述了和周深的相识 从一开始的微博鼓励 周深用谢谢你回复了感谢 到认识了八年 见了不到十字面 两个涉恐性的人 竟然都没有下次在那见见之类的寒暄 就是这样的友情 一个前辈的关心和欣赏 而周深也没有辜负所有喜欢他的人 他开始有了知名度 有了自己的作品 有了更多展示自己的舞台 这时候 刘童告诉周深 我的作品需要你来了 所以 刘童监制的电影 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中 周深将一个人演唱所有的歌曲 唱完整个爱情 准确来说是三首半 接这部电影OST的初衷是什么 接这部电影OST的初衷啊 问童哥 太厉害了吧 你应该说你的样子 太厉害了 因为童哥 我对他印象很深 就是他是我参加好声音的时候 他应该是第一个 转我唱歌视频的大V 所以我觉得就是出于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谢 感谢童哥当时 在我就刚出道的时候去 让我被更多人听到 好像没有一个人会承包了 一整个电影里面的所有的人生 包括 有一个比较偏哼唱的一个人生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冒险的 没想到 刘童和周深已经有了快十年的友情了 虽然见面不超过二十次 但是 就是这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友谊 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刘童只知道他是写书的 周深是歌手 按理说两人本是两条平行线 没想到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鼓励信息 而牵扯在一起 如今 刘童涉足影视娱乐圈 周深也在唱歌领域越走越远 两人都是向着更好的自己在成长 也只有气场相同的人 才能在一起碰撞出最好的火花 此次是周深第一次包揽一部电影所有的人生部分 包括三首歌曲和一段哼唱 当他被问到为何这次要我们的样子像继了爱情合作时 他也提到了这部电影的监制加编剧刘童 称最开始在他参加好声音的时候 刘童也是第一个在社交平台上公开支持他的大V 而这次演唱OST的合作 也算是回馈当年在自己刚出道无人问津时获得的力挺 最感春天的人我会觉得自己特别像带着一个乐队在现场唱一样 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会充满希望 你会觉得他可以在春风的帮助下 好像所有那些不开心的重量都会变轻啊 可能你不知道春天在哪里 但你听完之后我相信你 应该可以跟我们一起走 在幕后采访中 周深也提到自己已经看过了这部电影原始的剧本 以及粗简版本 而他也认为这部电影非常的真实 是一部可以唤显人们心中记忆的电影 随后他也表示 人要活在当下 不要像许一和高晓南那样 因为犹豫而一次次错过彼此 要勇敢地去追逐自己的爱情 我会觉得自己特别像带着一个乐队 像在咱们那个油菜花 那个曲景那地方在现场唱一样 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会充满希望 就感觉那个时候很多的遗憾 对你来说都没有那么的沉重 在春风的帮助下 好像所有那些不开心的重量都会变轻了很多 我觉得这首歌就有这样的意义 就你一听见就是啊 可能你不知道春天在哪里 但你听完这首歌 我相信你应该可以跟我们一起找到那个春天 我们的样子像其他爱情 对我来说很特殊 因为它是我第一个那么深入参加的一个电影作品 包括我有看过它很原始的剧本 然后包括我也有看过它的一个粗简的版本 然后更重要的是我还在里面扮演了自己 请问您下部作品什么才发过呢 我在看哎呦好尴尬 但当然我用我的声音去参加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部份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整个电影都是很特殊的意义 应该算是真正意义上比较深度触电的一次吧 用一句话去介绍这个电影 但它就真的是很真实 人生真的有很多很多的错过 但是唯一一个特别让人难过的错过就是犹豫 就你看完这个电影你就会不停地摇摆 最后我觉得真的会哭 而且你就会忍不住地哭 就真的真的会哭 我觉得它会唤醒很多人心中的故事 不得不说周深是优秀的 这应该是第一个可以演唱整部电影歌曲的人吧 周深真的太优秀了 也希望能一直这么优秀下去 期待周深更好的未来 一定会是最闪亮的那颗星星的 期待8月4号 我们的样子像尽了爱情 剧情和声音 一定都会给我们带来超强的震撼 你年轻的大女生真正的太阳 我知道春天在哪里 我追着春天追着你 朝着那未知的远方 就让我带你去流浪 流浪